说起来不知是巧啊还是不巧 我们闻到这是前段时间跟我说 到日本的寺庙去玩了 其实是去旅游去玩 传修刚刚离开没几天 对日本就发生大地震 但是我觉得 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 这一回或者以前的接触的经验 我其实某种 当然如果不是知道 有这么危险的一个核危机之外 大致上对于地震 当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认识的日本人 我都很喜欢 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很可以放心 我这个讲法听起来很奇怪 有点像什么 我注意到前阵子纽约时报 的一个很有名的驻外记者 叫Nikolas Christoph 对他曾经95年的时候 是纽约时报驻日本的最高的财主 他写一篇文章 我觉得就写得很好 他写一篇文章说 我们要同情日本 但是接着你会敬佩 他说他95年在访问板神地震 他说他带着一个典型的外国记者 不怀好意的心情 想到处看看 有没有人趁机暴乱打砸抢 没有 他很失望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家店 那个店刚给两个人打劫了 他就幸灾乐祸的问这个店主说 怎么样 给自己国民趁火打劫的感受是怎么样 那个店的老板说 谁说我是给国民打劫 我是给外国人抢的 去日本人的在这一次地震里面的这个表现 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这几天也有很多人讲 咱们可以看看几个照片 这个 哎呦 这个加藤看到不然会不会受刺激 这真是这个一片废墟 有更严重的 有更严重 一片洪荒 我们再看下面 你看这就是在操场上画出这么个排队的一个轨迹 就说这个日本人现在的这种集体性 然后再看下面 当然了 这都是黯然神伤 就说你像你从这个刚才加藤讲这个细节 就是他要这个时候要离开日本都会被人骂是非国民 你说你就可见 对 你想想看当年板神地震的时候 很多国际吵架就抛日元嘛 觉得日元肯定暴跌嘛 但是没想到在海外的日子蜂拥回国去抬日币 所以日币当时板神地震的时候日币是没有跌反而生了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 但饶是如此啊 这也是就像兼职人说了 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 这个我听说是人类历史上是第五个大大地震 那对我们日本的9.0战绩 那对我们日本来讲是最大的 也听说四川大地震的20倍 对天呐 我还看到一个数字说这个这个相当这个当量啊 相当于15000颗广岛的这个原子弹那么大的这个能量释放出来 是我的天呐 你觉得这个日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我现在最需要应该是物资 因为我们水电都是去了 我地震发生第二天12号 我回老家伊豆的老家 那伊豆不是这次直接受影响的 老家我去了超市没有东西 尤其是水 那大家都抢 那日本人平时是人与人很和谐的 他们都在打架 因为他就是要抢水 那伊豆都变成这样子 那东北那样的地方 那我也看了一些报道 很多这个母那三个 一个三口人 他们一天只喝一杯水 三个人一块 然后只能吃一顿饭 而且非常小 连一个饭团都不到 所以这种情况 那日本应该说我们是靠这个通商立国 靠贸易的 那现在一旦这个国内变成这种情况 那是很危险 所以我呢 这次呢 中国的这个政府朋友也给我们提供 一个人主要这个在家里非常感谢 这个到物资水啊电啊 包括能源 现在俄罗斯 这个提供能源 这种东西非常缺乏 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难民 灾区的那个灾民 他们要撤离 但没车 车一车没了 只是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无可奈何 这个他讲到这个这个中国救援队啊 不是到了吗 好像还有一些中国媒体的去采访 对 然后呢 我也看到网上流传一个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同行 发的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也是就是说呢 说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的朋友 对日本这么的灾难啊 这么样的关注 他说但是呢 这个讲老实话也有几点 比如说这个记者朋友们 不要来的太多 而且来的话 你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自带水 能源 什么油 是吧 因为你这当地的供应已经非常紧张 再有一个就是说 日本人 他也听不大懂英文 对吧 你也不一定非要强迫他去回答 他这个时候没有心绪去回答的问题 就有一些提醒了 对 这是真的 对 所以日本 那当然我们是很感恩 但这个更多的是收拾化 这个有点这样说不太好 但是有一个象征 因为国际合作嘛 这个地震没国际 那那有一更 更没有国际 那就是说这次呢 我们应该抱着感恩 但是比如说日本人的英文不好 那灾区灾民他们看到一个白人 那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反而害怕了 包括这种情况 包括记者到现场 但我们包括跟当地记者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所以种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非常的害怕 使得现场变得更加的混乱 对 这是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会 因为所以物资其实说不一定比去人还重要 而且就是有时候媒体采访啊 有很多文化差异 嗯 这大家不一定了解 比如说像我们在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也听过很多这种消息 比如说看到有中国记者 就我们自己国家记者在四川采访 人家在救着一个被瓦砾拉着老大爷 然后这个记者叫现场 但是先别动 我先摆好这个机啊 然后你们再救是这样 但是比如说像日本的媒体 像NHK他们都有套很规范的 报道灾情怎么报 比如说拍小孩怎么样只拍脚 对 那这这都很规矩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得尊重人家这个规矩 就是说这个灾难当中啊 就是也在学习 对 我当时那个四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那日本是第一提出救援的 是 那也是我其实我有所参与 那个时候后来日本救援队呢 一个人都没能救 一个人都没有能软 救救救活人来 对活人 对 那我们当然很难过 而且我听到那个救援队的自卫队的朋友说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 我们当然要那哪怕的这个一点一点 还要扮演 我们再努力的去抢救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 一语言不通 没错 翻译不在 但是当时通过这个电视画面呢 就是当时就是日本救援队 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对死者死者这个遗体的那种尊重 哎 这现在就今天啊 这消息一直在变化 我就不知道啊 我对这个事情的感知啊 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 然后到最后变成就说要多糟有多糟的过程 因为刚传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说说发生大地震 我最早看见死亡数字我都没有多想 就几十吗 几十个啊 我以为没有死多少人 但到后来原来发现直到现在啊 你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踪迹 没错 此刻至少有三千 这个官方已经那个确认的 咱们现在是呃 今天下午录像 今天下午录像 那那三 那三千 三千不到 然后失踪者超过三千 那那死亡加失踪的加六千到七千 但是我也听了一些政府的高官 这个最起码的那肯定上万是肯定的 那如果在很糟糕的情况下 三万四万五万都有可能 因为工程县的一个镇的镇长 已经表态说我们这个镇要要失去一万人 那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因为海啸那那基本是没有希望 对 而且呢 我的一些那个死人关系的朋友呢 那两三个人已经也走了 是这种情况 亲戚 亲戚 在什么地方 在工程县 就在工程县 工程县 离仙台那个不太远 是现在失踪没有踪迹还是确认 已确认 已确认 对 因为而且当我们的这个报纸 包括官方 已经是那个走的了呢 一个的一个的革命 就是说政府一个一个的念 哪一些朋友是走了的 那那我们很多的这个 那我们的信存者 我们都知道 啊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起表示哀悼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百分之六十六的新产品注入了智能 等一下可以从零售店预定食品 洗衣机在变价造低的时候运行 空干机出部长之前就通知维修站 空调根据天气预报调节温度 电动汽车把电能回贡给住宅 软件帮助企业 以新的方式和客户合作 让万物变得更智慧 生活就会更美好 这是我的工作 我是爱电脑 让我们共建智慧的地球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 太太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 太太乐创造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仙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欧派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达尚 以物赛 行为 当然今天说得最多的还是这个核电站 今天是零 早上六点多 说是那个二号机组 也发生了可能是外边这个氢气 爆炸 对 四号机组也发生了火灾 中午的时候 那等于一号到四号 都有 都有 都有问题 对 但我很好奇日本人平常怎么看核电 就像你刚才讲 老一辈的人会有很多很不好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发现 核电站就在你身边 那么靠核电 可是我印象中 比如说日本出很多有名的灾难片 怪兽片像哥斯拉 我记得最早的哥斯拉 那个故事是受到当年 美国他们在南太平洋 事报清淡的一个启发 因为哥斯拉最早说 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怪兽 就是因为被核污染 产生了一个怪兽 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哥斯拉的电影 就是说用它来说明 日本其实一直长期浅存的 对核子轮的一种恐惧感 一种阴影 日本人在我看来是 在核面前是最有矛盾的 这么一个国家和人民 我们一是历史上唯一的核的爆炸国 受害者 受害者 二呢我们相信我们对于核电站 核的依赖 我们说能源上的依赖 是全是在又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那我们对我们在日本 我们是很少谈核这个问题 说实话是个智慧 是吗 是不能谈的 同时到我刚刚我那样 我在旁边又有核电站 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矛盾 两难的这种状态 因为我在想 这是不是会当年就能源危机 对日本打击很大 所以就必须要做核电站 肯定有这种影响 还有我们气候变化 我们不能靠二人化碳 真的核电站 确实如果在不泄露的情况下 是靠环保的 环保的 那我们有这个技术 还有开发的技术 但同时那一旦出了这么问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